這條題目就說有一個四邊形 四條邊就滿足一個四次方程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就問你這個四邊形的形狀是什麼樣子 我們什麼都沒有了,只有一個條件 既然是這樣的話,我們當然從這個條件出發 看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什麼結論 很簡單,這個是一個四次方程 我們就把它寫成這樣 A的四次方,加B的四次方,加C的四次方 加D的四次方 然後這個東西,減回右邊的A,四個A,B,C,D 就等於0 為什麼會刻意這樣寫呢? 首先,這個四次方程 四次方程其實就是一個二次方程 再把它square了 如是者,如果我們右邊等於0 而左手邊,我們可以順利配方 配得好的話 那就萬事美好了 我們應該可以從中會有一些關於這四條邊的結論 既然是這樣,我們就嘗試一下配方 看看可以配對有多遠 好自然 我們把A和B一起考慮 C和B一起考慮 這條式就變成A的四次方 那我額外,減一個2A的平方,B的平方 然後加B的四次方 那C和D呢,就做同一樣的處理 C的四次方 減2C的平方,D的平方 加D的四次方 然後,我們減了兩塊東西 那是時候需要還債 加回它 2A的平方,B的平方 減4A,B,C,D 那還沒完的,我們還有一塊 就是加2C的平方,D的平方 那最後呢,整塊東西等於0 那為什麼要這樣劃分呢? 那你見到如果我把頭三塊東西 在一起 然後中間這三塊東西 在一起 尾那三塊東西又在一起 那你就看到有些巧妙了 那怎樣巧妙呢? 就是我們左手邊這一塊東西 就可以變成 A的平方,減B的平方 的平方 然後加C的平方,減D的平方 這個東西的平方 然後我們還有加2 拔個2出來 裡面有 A,B,減C,D這個東西的平方 那整塊東西等於0 咦?我們又有些特別巧妙的東西 看到了 那這塊東西呢 是一個平方數 那一個平方數就是一個非負數 那第一塊我們有一個非負數 加第二塊非負數 加第三塊非負數 那非負數的意思就是說 它得出的結果 要是大個或者等於0 第二塊又是這樣 第三塊又是這樣 這三塊東西加起來 它等於0 那就間接 押迫了這麼多東西 同時都要等於0 那這條色 右手邊才會等於0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會得出這三塊東西的結論 就是 A的平方 A的平方 減B的平方 等於0 C的平方 減D的平方 等於0 然後 A B 減C D 這三塊東西都等於0 那由於 A B C D 這四條邊都是 四邊形的四條邊的長度 那長度來講 它只會是正數而已 不會是負數的嘛 那所以我們幾乎都不用想了 A的平方等於B的平方 那我們就會得出一個結論 A 這個結論呢 就是 A等於B 那C D 同樣道理我們會得出 C等於D 然後 最後我們會有 A B A乘以B 等於C乘以D 嗯 那就OK了 我們 如果我們再將 這個A等於B C等於D 這兩個結論 A乘以B A乘以B 等於C乘以D 那我們 不難得出 這個 代替下去 那我們會有 A的平方 等於C的平方 同這個道理 A等於A的平方等於C的平方 那我們間接就可以conclude到 這個A等於C了 那我們既然有A等於B A等於C A又等於C 那我們就不難得出 這四條邊呢 其實是各自全部都相等的 那一個四邊形 既然有這一個條件 即是 一個四邊形 有四邊形 A、B、C、D 有這一個條件 A等於B 等於C 等於D 那我們就只會有一個結論的 那四條邊呢 就是一個 零形了 那 由於這條題目呢 那它又沒有給到任何關於 這個 零形的 那些角的關係 那所以我們暫時還沒有conclude到 這個零形 是不是一個正方形 那但是四條邊相等 我就知道這個四邊形 就是一個零形了 那 那 這條題目就是這樣做的